想想都爽啊 那我們現在就來給大家介紹 我們今天的好玩遊戲 嘿嘿 這個首先 我們就要先來給各位介紹 這款遊戲一大特色 跟所有其他的遊戲都不一樣的一大特色 所有伺服器是共通的 這個摩爾莊園呢 是一款懷舊的遊戲復刻來的 除了有豐富的遊戲內容之外呢 這個更講究於大家的這個社交面 甚至可以在遊戲上交到一些 男生朋友跟女生朋友 不分年齡的 因為這個遊戲呢普及率很高 那他除了豐富的遊戲內容以外呢 他要怎麼樣讓大家的社交率可以提升呢 譬如說會有這個 時裝 家具啊 然後什麼的 讓你這個外觀比較吸引人之外呢 像裡面還會有一些小遊戲 讓你跟這個陌生人透過玩遊戲 成為這個好朋友 那我們就來開始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摩爾莊園這款遊戲 首先呢現在在的地方呢 是我的這個莊園 我叫摩爾小洞 那像我現在站在的這邊呢 這片就是我的田地 我現在要來這個 用這個竹籃子 把我種的這個農作物呢 都先淋起來 啊怎麼那麼多人啊 靠腰喔 你要偷我東西耶 這我辛苦種的 走開啦 欸你是沒辦法種田的 先不要吵 我要先種田 哈哈哈哈 好那這個就是這個遊戲 第一個大家會接觸到的 或者是我們可以來這個 農莊的這個小角落 這邊 這邊呢也可以 釣釣魚 好像這裡呢 還有一個這個小屋 啊這個引導 剛好給我引導到一個 我們可以介紹給大家 就是這個 會有太陽 會下雨 好然後呢 這個農莊外面還有一個這個 小拉姆 拉姆就是這個遊戲 你的這個寵物 那像我們剛剛已經 已經嬌花 這個拉姆已經長起來了 欸等一下 我創了一個小鎮 沒有人幫我按啦 有沒有要加我的小鎮 我的小鎮叫做 工地宿舍 有沒有要幫我響映一下 不響映我的小鎮開不起來啊 先幫我 先幫我響映一下 欸有啊有人幫我按啦 小鎮申請已通過 好那這個就是 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重點 這個社交的部分 我們可以自己創一個 或者是加入別人的這個小鎮 那小鎮呢 是這個遊戲的 工會系統 叫做小鎮 那裡面呢 就可以招募一些 志同道合的朋友 因為這個遊戲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它有注意社交功能嘛 那你要怎麼在這一群人之中 對不對 成為最閃亮的那顆星 讓妹妹都靠近你對不對 那你就是要有很華麗的裝扮嘛 像這個我們現在 因為這個預約破百萬嘛 我們現在登錄呢 會送的這個 這個慶典套裝 那時裝蒐集完了之後呢 它會增加你下面有一個魅力值 所以呢 如何成為最閃耀的那顆星 就是在於你的魅力值高不高 你蒐集了越多套裝 蒐集了越稀有的套裝 那你的魅力值就會越高 那妹妹只要看到你的魅力值越高 就會越喜歡你 哇 好那這個介紹完這個實裝之後呢 好不然我們來玩一下遊戲好了 玩一下遊戲 好這個上面有這個遊戲屋 遊戲屋也可以點進去 想玩躲貓貓的可以進來找我玩 偷看仔加一 眼鏡偷看好不好 Mutombo 幹你們每個都變成木桶是怎樣啦 他媽的 會不會變點別的東西啊 他媽直接衝過來耶 直直衝過來誰啊 等一下還有另外一個啊 我特別把這個放在第一個 因為我知道一定有偷看狗 等一下我們去玩你話沒猜啊 幹我們來看等下誰他媽就往我臉上衝啊 欸有人也在扣血囉 他是沒按到我啊 他是沒按到我啊 奇怪我怎麼沒有死 是不是都在演最後一秒再把你殺掉 啊不是啊他們如果把我殺掉了沒有差 他要然後抓到另外兩個人他們才會贏啊 他旁邊都是人要怎麼動啦 他是在演啊 他摸一下那個然後人就走了 你操你老木的耶 幹這個人他媽是這個是誰 細菁喔 再來介紹另外一款遊戲啊 你畫 欸我已經五等了耶好快喔 玩個遊戲就剩了三等 你畫我猜 運動兩個字 打嘴砲 他怎麼擦掉啦 這什麼啊 哈XX喔 舌頭 這圖怎麼怪怪的啊 打嗝 打嗝是運動 最後介紹一下這個農裝要怎麼升級好了 因為這個農裝是跟我們息息相關的啊 那農裝他也有等級喔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農裝是等級13的 那農裝要怎麼升級呢 就是你的這些家具丟下來的時候呢 農裝的繁榮度就會提升 所以這個遊戲呢 收集家具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環節 你解任務的時候呢 他也會給你一些家具 然後呢再來是你可以去店鋪 這裡會有這個家具店 可以買一些這個家具 買一些家具 那繁榮度上升跟等級上升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這裡 這裡有一個這個柵欄有沒有 就可以把這個農裝的這個 被柵欄圍住的地方解開 你的這個農裝就會越來越大 還有一個設計不錯的地方 就是這個 當你要佈置的時候有沒有 它有一個這個網格 就是你可以用這個網格來對齊你的家具 這樣子就是你這個佈置家裡起來 佈置得比較方便 那像你的這個小屋裡面也是 小屋裡面也可以佈置一些東西 然後像這裡你可以佈置你的小屋 有床啊 有桌子啊 有電視啊 有凳子啊 是敢誰在我床上睡覺 摩爾大獨小 那我們來參觀一下小鎮好了 我們最後啊 帶大家來參觀一下 我們剛剛的小鎮 因為我也還沒參加過 參加參觀過小鎮 喔 工地宿舍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工地宿舍 現在長什麼樣子 哇 哇靠也太 也太空了吧 這工地宿舍也太空了吧 欸有東西了有東西了 嗶嗶 貝奇 喔 小鎮情況 小鎮捐贈 小鎮東泰 居民搬家 升級大體 小鎮改名 哈哈哈哈 雲島是個神奇的島嶼 你可以跟你的小伙伴一起建設 屬於自己的小鎮 足夠物資才能維持小鎮營運 所以首先要一起籌備小鎮物資 嗶嗶 嗶嗶 服裝店不定期上新要多多關注 欸這個好像很重要 我們的感覺會有什麼工會套裝欸 先購買一下看一下 郊遊探險冒 冒險指南針 哇一整套的欸 小鎮貢獻幣不夠 我靠這個 我以為這是用摩爾幣買 用小鎮貢獻幣買 啊這只能每天捐貢獻才有貢獻幣喔 貢獻幣有沒有什麼別的地方可以拿啊 這樣要什麼時候才能換套裝 拉姆圖示 哎呦拉姆也有欸 這可以買回家給自己的拉姆 套帽子 好啦看來小鎮就是很多各式各樣的這個建築物啊 反正我們現在小鎮也剛創嘛 應該也沒辦法升級什麼東西 好那就最後 我們這個摩爾莊園手遊 介紹到這邊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喜歡的話也可以趕緊下載下來玩 啊所以我的觀眾都是死人是不是 看完就走了 迪地大師國動張惟航分析報告 啊靠 我的是不是都機器人 也不按讚也不評論一種 看個讚都不會 難道是因為Purly派帥哥嗎 點贊數7拍 都機器人喔 我們可以玩的 我們要玩的